大家好,看我现在穿短袖,你没看错,现在是冬天,我在珠海,珠海香州区这边特别热,今天去看一看,北京人都应该看的,圆明圆,圆明心圆。 另外来到珠海吧,顺便再谈一谈关于同志养老的一个话题,走吧,去看这门口,这有两个华表,一个,两个,我呢,宾馆就在这附近,顺便来逛一下,它也是南中国唯一的一个皇家园林。 好嘛,人还不少,今天是周末,你看,还要搞团建的,进来了,正大光明店,进来就是这个,我们看一下啊,沿着单笔石上去之后,这是可以上去拍照的,但是是收费的,另收费,它是按着1比1的比例复建的啊,这多少钱,80还在照片,哦,80啊,圆明圆是, 江南古典建筑和西洋建筑为一体的,在1860年的时候,被英法联军给烧毁了,在这些亭台楼阁上面啊,梁子上面啊,有一些彩画,知道这叫什么彩画吗? 这个叫苏式的花鸟鱼虫,反映自然界的一些东西,还有呢,叫玄子彩画和和锡彩画,哎哟,这彩画怎么那么不细致,你看,弄得特别粗糙。 过去还是收门票,收60,现在不收了,免费的,但里边也有很多收费项目,价格挺高的,我们也就不要再要求太高了,是吧,接着往前走啊,你看这写的,请王爷格格闻名,有缘,不丢垃圾。 哟,这是什么植物啊,真漂亮,你们想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吧?我的手机里有一个叫智慧食物,启动相机,对准了这个植物,过几秒钟,你看就会显示出来啊,为你搜索,叫龙舌兰,九州青宴店啊,皇上看书和用膳的地方。 哦,这儿也有拍照的,拍照服,这儿又40了,40块钱了,这儿,到处都是推销的,这儿你说多假呀,有啥可照的,是不是,九州青宴啊,就是一个豁然开朗的浮海湖,这就是过去皇帝和妃子们啊,在这儿嬉戏游乐的地方,好宽阔呀, 啊,是边游湖边看人,哎呦,这儿还那么多景理呢,看见了吗,欢迎乘坐小黄鸭,小黄鸭,71艘船,71艘船,可以乘坐4个人,你看这些工作人员的打扮,你看,这个大的游船,这个是35块钱一位,绕着这湖走一圈,中间还有一个湖心岛,还记得当时法海妹妹买的那矿泉水吗,在北海里边5块钱,这儿也是5块, 这尖叫9块钱呢,豆花儿机器人,自动贩卖,冰淇淋,12到15元,对小孩吸引力可大,这树是什么,知道吧,哇,有一定年头,这是榕树吗,榕树垂下来这个叫气根,像一个须子一样,落下来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根部, 这种榕树在南方非常常见,在北方是没有的,我到一个相对制高点上看一下,这边是翠平山,然后再往这边看呢,这一片区域啊,有住宅区的,这叫圆明山庄,价格是17000多,在网上查的,珠海这边的房价呀, 在整个广东来讲都算是高的,因为比澳门比较近,有好多澳门的人过来投资买房,哎,这不是到了圆明新园吗,那我考考大家吧,就是北京的圆明园包括在内的三山五园,都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, 你们知道吗,我来告诉大家吧,三山就是万寿山,香山和玉泉山,五园呢,就是指一和园,静怡园,静明园,还有畅春园和圆明园,一和园上面是万寿山,静怡园上面是香山,静明园上面是玉泉山,玉泉山咱们老百姓去不了, 之后畅春园呢,就是现在的北大那部分的地方,就是畅春园,嗯,然后是圆明园,这么寄的话好寄一些,你说虽然北京吧,冬天的话挺荒芜的,全是一片枯树,但实际上这个地方也是风水宝地呀,所以有的时候在南方吧,也觉得北京挺好的哈,四季鲜明,终于到了西洋楼了,看到这个就很熟悉了吧, 在北京的圆明园里边被烧毁,只剩残骸的那部分,就是指这一块吧,西洋楼,是远迎贯,海燕堂和大水法,这个共同组成的这么一套,看这建筑吧,它是巴洛克,洛可可式的西式建筑,和中式的,上面有琉璃瓦,结合的一个产物,非常有特色的,中西结合,中西合璧的这种, 艺术,建筑艺术形式吧,太晒了这天,哎呦,能晒脱一层皮,说你们来呀,至少要等到12月份,再来珠海, 哎,否则的话,这个气候啊,实在是闷热,海燕堂,没开门,封着呢,这底下是一个喷泉,这是兽手人身的铜像,是12个生肖的,为什么这设计了12生肖,最早的时候啊,这块设计为几个裸体女郎的雕像,后来乾隆认为不雅,所以就改成了这个样子, 12生肖,可以喷水,走着走着,越来越觉得奇怪,你说在北京的真建筑,我都没怎么好好看过,跑这看一堆房古建筑来了, 嗯,其实啊,圆明园,在北京的那个圆明园,其实虽然被烧了,但实际上它很多的地基,都完好的保留着,要想重建的话,还是很容易的, 嗯,就是因为,想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吧,就没有重建,就在南中国这块建了一个皇家园林,明白了吧,出来了,一会儿咱们谈一谈养老的这个话题啊, 珠海是不允许电动车横行的,所以我骑了个共享单车,咱们呀,到海边去转一转,看一看, 到了,到了,情侣路再往前走,这儿就是珠江入海口,那边啊,珠江从这儿流过来,进入海里, 所以,这边的海水,你看,特别的黄,珠海的海并不是特别好,前面就是港珠澳大桥啊,我们当时来的时候还没有这座桥呢, 我骑了个共享单车,在情侣路上,现在的风啊,不算很大,吹在脸上很舒服的感觉, 好了,也逛了逛宫殿,在海边骑了一圈,现在呢,有的人就会想啊,来到这个这么美丽的城市啊, 你不聊一聊养老的话题,行吗?几天前有一个朋友正好就跟我聊到了这个结伴养老, 就说我们同志有的很多是孤孤单单的,能不能几个好友,结合起来,到老了四五十岁,把工作一辞啊, 比如说有钱,有一定的金钱了,哎,我们到这边租个房子,哪怕买个房子,我们AA制,到这儿定居, 然后几个好友好基友啊,相互扶持,这种生活方式可不可行?今天呢,就想利用余下来的时间来简单聊两句啊, 我个人认为这种结伴养老,风险还是挺大的,过去听一些朋友聊过这个可行性, 毒药有两个风险,有哪两个风险?一个是钱的问题,一个是爱好和习惯的问题, 有人说钱的,A制不就完了吗?我们吃住行,全部都AA,但是你记住了,这个东西啊,没有绝对的AA, 一个人肯定要多花,一个人会少花一点的,比如说吃饭,有的人喝酒,有的人不喝酒, 有的人爱吃肉,有的人爱吃素,那你要多AA的话,这个对于那些不喝酒吃素的人,那就不公平了,对吧? 久而久之就会出现问题,住宾馆也一样啊,有的人可能被分配的羊面,有的人阴面,虽然都是价格一样呢,那能公平吗? 是吧?就是说AA制很难,让24小时相处的人,所有人都满意,而可能短期没事, 但是你想好了,你要结伴的话,你们只是普通朋友的话,如果结伴养老24小时要在一起, 你长时间相处,就会放大对方的一些缺点,本性就会暴露出来,很多人都有一些小癖好啊,小的缺点啊,这种东西啊,在某一些时刻啊,都会爆发出来,这是第一个。 第二个方面,就是爱好和习惯不一样,其实一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还好一点,人越多的话,你们在一起结伴,分歧就会越大。 比如说早上几点起来,有的人愿意早起,有的人愿意睡懒觉,啊,或者是你们想去爬山,有的人就不愿意爬,有的人就爱运动,逛商场的时候呢,有的人拎的东西多,他就觉得不公平,是吧? 爱好和身体,以及这个人的心态各个方面都有关系,所以一个人如果长期的按照对方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吃住玩,那么另一个人肯定会不高兴的,不开心的,这个没事还好啊,主要是,我们 我们都看见过,同志之间一旦有矛盾了,那翻脸的时候,那些过去的旧账全部都得拿出来,拉清单,对不对? 这就是人性。所以我的结论就是,朋友吧,就是好基友啊,或者好朋友啊,他就是一般的朋友。 有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感的,不可能说24小时拉着一块出来,这个很考验,就是一个结伴养老很考验人性的弱点呢,你知道吧? 嗯,朋友就是朋友,不一定是旅伴,不一定是能够在一起养老的最合适的人选。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这个观点啊,结伴养老虽然很美好,虽然我们想的很理想化,但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很多问题。 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吧。好吧,今天呢就聊这么多,感谢您收看,我啰啰啰嗦,说了这么多,下期再见。